为了吸引更多人愿意走进传统的市场 华人施工所推出一连串的有意识系列活动 从9月19号开始 他们特别邀请了三组艺术家 将创作理念结合传统市场的在地元素 以多元形式陈列在市场当中 诉说着市场内的摊商故事 市长魏嘉欣表示 期盼在未来能够将传统市场 纳入文创观光等机能 让民众都能够感受到传统市场不同的美丽 2020小城生活有意识活动菜市展及文件展 19号上午在中华市场举办开幕仪式 现场有三组艺术家使用多元媒材 创作出不同的装置艺术 放置在市场的摊位当中 市长魏嘉贤邀请大家一起来逛传统市场 也试着停下脚步欣赏艺术创作 从旧文化中激荡出新的生活美学 我们从文官所向我们花林县政府 文化局去争取一个设造的一个预算 那来让我们整个市场有一些活动 可以来展现出来 那主要是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年轻人 越来越少到市场来采买的 那一个市场 它如果能够变成年轻人来的一个流行 我相信能够这样重新让整个传统市场活跺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有什么 那天我们找了名师傅 也找了一个从西藏来的一个厨师 原来我们市场里面 只要你要全世界的菜 都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买得到 它的元素跟原料 现场徐中卫特别到场参与这一项开幕活动 他表示菜市场是庶民文化重要基地 想吃出地方特色美食 了解地方人事物 菜市场就是资源交换的汇流中心 今年花莲县政府有出一个 这个外国人在花莲 阿董阿地花莲 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在委出国的时候 可以去看看我们在这个国际的友人 喜欢移居到花莲 甚至展开他人生的这个第二段的这个故乡 我相信这就是花莲的黏着度 而我们更希望再从市场出发 更有很多的观光客会投在这里 那既然要在这里也是我们生活的宝地 我们就要把这一块土地 也市场的环境把它改善的是更好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我相信社造的寓意就是希望 让我们共同来参与 让我们所有的摊位 以及我们所有在地的居民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场 从市场出发我们的艺术 让我们的艺术不断地贴近我们的生活 这一次三组作品分别在中华市场 及大同市场展出 其中有透过触碰方式呈现的互动体验 也有多荧幕的视觉观赏 就地取材的拼凑巧思 再再呈现出传统市场的多元样貌 展期只取到10月31号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休旧来市场买菜 看看展览 会发现真的有意思 中华市场有意思 借时力情 华联市报道